等到5個小時才要不要把入場看展 12點到喔 那它的號碼牌呢 是要5點才能入場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可怕 唯一的想法呢 這殭屍我到底拍不拍得到 他們有一點小小的失望啦 開頭呢要先跟大家說一件蠻詭異的事情 本來啊當天拍攝完 確認過毛片都沒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回家上傳毛片時 竟然全部都像右邊的檔案一樣 破圖加閃爍 連片師輸入毛片的時候呢 電腦都... 不過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次的展覽 所以呢畫面會有閃爍 再請大家斟酌觀看囉 我們終於到美術館了 這次的地獄展在台南美術館二館 外面看起來其實人潮沒有到很多 哇天啊 進來之後這個排的人潮也太誇張了吧 是平日耶 估計大家都是衝著地獄展來的 本來已經在網路上買過票了 沒想到地獄展是要分開抽號碼排的 看來有的等囉 因為還要等好長一段時間 所以呢就先來五樓的咖啡廳喝個下午茶吧 環境還蠻寬敞舒適的 整個都是以白色系為主 看了一下菜單 竟然有地獄特展的特色商品 夢婆湯耶 夢婆湯來了 打開蓋子還有煙霧散出來 真的有來到地獄的感覺耶 來喝喝看 嗯 真的蠻有苦味的 地獄裡果然是不太會有甜食的呢 再等了五個小時之後 終於要來看展囉 一開始進去呢 看到的是一個像祭壇一樣的布景 其實還蠻有感覺的 有三個大螢幕在輪播 有關地獄的一些影片啊 再來呢 還有我們對於地獄18層的一些想像 嗯 真的不能做壞事啊 另一區大部分都是一些 各國對於鬼怪類不同形象的展示 像是日本呢 就有經典的鬼太郎 還有一些日本經典的海報展示 其實我覺得 日本的鬼怪形象 感覺已經算是不那麼可怕的了 接著就是一些中式的鬼怪形象 還有過往的經典國片 這個場景很像是家裡的佛堂耶 總是有很多奇怪的紅光燈 走到這區的時候呢 有一點嚇到 有幾個實體的經典鬼怪模型 像是女鬼飛頭 嗯 真的還蠻恐怖的 終於看到最經典最熱門的殭屍了 先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現場其實很亮 不會感覺到有恐怖的氛圍 不過這個名字飄逸的造型還蠻不錯的 接著呢就是一些不同的民間造型展示 好啦 看完啦 跟殭屍說掰掰吧 好 那我們已經看完了這個亞洲的地獄 遊魂的展覽 不得的話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小小的失望啦 因為我大概在這個12點的時候啊 就已經到了台南市立美術館的惡館了 然後呢 進來抽號碼牌 結果沒想到12點到喔 那它的號碼牌呢 是要5點才能入場 所以等於說呢 我就必須要想辦法 不管是去逛其他的展覽 或者是到咖啡廳休息 要等到5個小時 才能辦法入場看展 看展的時間總共是55分鐘 它就是一個T次一個T次這樣子 每一個T次呢 是55分鐘 欸 我覺得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呢 還蠻有這個恐怖的氛圍的 接著走下去之後呢 就會覺得 嗯 好像就慢慢的比較像是在展覽一些電影啊 或者是一些海報啊 甚至是一些玩具公仔等等 最後到這個 大家最期待的這個殭屍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可怕 第一個是它的館內呢 其實蠻明亮的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不會有那種 欸呃 嚇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第二個是 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呢 哇 大家都擠在那裡 你完全不會感覺比較恐怖 回憶的想法呢 這殭屍我到底拍不拍得到 能不能不要有別人的頭出現在我的鏡頭裡面 大概就是這種想法而已 所以完全不會覺得可怕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看展的新的啦 算是很少在拍Vlog啦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就下集見嘛 掰掰 好 展望